今天超市的半價購物 剛才我去買超市這個烤雞肉串 它剛好在對折 會很便宜 用半價就買到了 半價等於是花了200塊日幣左右吧 兩碗日幣再給台幣60塊 買到好五串 兩串是乾一串是皮 然後雞肉串 串洋蔥 串串串 然後呢 因為這個瓦斯爐很厲害啊 這個瓦斯爐 這個瓦斯爐 有那個烤網 在這個瓦斯台中間 所以我現在用它 它這邊寫說一定要裝水嘛 就把它裝了水 現在用它來烤雞肉 現在我們把這個盤子裝上去 然後打開抽油煙筋 抽油煙筋是一塊布裝的 然後把這個架子 把架子放進去 因為冷冷的 冷冷的說實在 應該本來想要冷冷的吃 但是 我就覺得 冷冷的吃 都美好不好吃的感覺 因為 它這個只要一烤熱應該就會有香味 好 把它放進去 然後這邊 開關吧 應該是壓下去 喔 火味吧 裡面有火耶 有燙到嗎 裡面就有火在烤 哇 室入裡面有火耶 打開看一下 打開裡面 打開裡面 有火在燒的光 那個火還可以自己調整大小 這個火就是 特別 安排在旁邊的耶 如果把它開大一點呢 開到最大 有熱的感覺 喔 裡面已經熱熱的 要放進去 好酷喔 這方便 喔 骨子熱了 這個玻璃現在就變透明了 可以看到雞肉在裡面 嗯 又聞到香味了耶 嗯 又聞到香味了耶 再滑一下 太方便了 聽到劈哩啪啪的聲音 看一下 喔 有沒有看到那個雞皮現在有 焦焦的那個冒泡的感覺 有點劈哩啪啪的聲音 就是雞皮發出來 感覺不錯喔 拿個麵 好燙喔 已經熱了 拿個麵再烤一下 喔 燙了 拿個麵 真的是 它如果有這樣的東西多好啊 就可以烤魚烤雞肉啊 烤牛排啊 這什麼設計 也是很特別 喔 喔 聽到PO一聲很大聲 拿看看 這差不多 熱好喝 我要拿起來了 就把火關掉了 好 你看 太棒了 喝湯 這個瓦 我覺得等一下再洗 好 再勒 也能輕鬆做烤串 呃 我的意思是熱烤串 哇 太棒了 晚餐可以吃熱沉沉的 嗯 烤 雞肉串 できました 好好喝 然後熱好喝 熱的雞肉串我要開始吃囉 熱的 嗯 蠻好味道很好吃 不然因為它在加入這樣 不用很夠味 脆脆的 我剛剛有烤脆脆 好吃 再吃 再吃 雞肉 我覺得 不會輸給外面的店 太神奇 這個要跟空一起吃 日本的大蔥很甜 很好吃 最後一杯冰水 你看哈密瓜 這個哈密瓜是不是 日本哈密瓜 哇 好多汁喔 它上面寫甜度13 真的 你看 這麼細的紋路 這麼細 嗯 蠻甜蠻好吃的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好喜歡這個哈密瓜 你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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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刮一口 它就會有那麼多湯汁 這個哈密瓜好好吃喔 真 太好 我今天又買這個哈密瓜 哈密瓜真的很好吃 它這樣買的雞肉串 就會這麼好吃 你相信嗎 這絕對是贏台灣路邊攤 這乾 不會很乾 裡面都還有水分 而且 很香這個 KIMO 好吃 那一次雞肉串也很好吃耶 天啊 我應該買大盒的 可是我都一個了 吃不完 而且它很貼心喔 它每一個品項在上面都有幫你寫字 嗯 這樣乾的話就是寫淚吧 就是乾 然後這個 卡蛙 就是皮 雞皮 然後MOMO 雞腿肉 然後 晚餐不吃澱粉 可是我覺得吃這樣 總共五串的雞肉串 已經夠了 不用再吃了 我要吃這個香瓜 它有喝水 會飽了 肉串的 你要把皮吃完再把肉吃掉 你看那個皮 看完會不會很娘吃 烤就要吵 很好吃耶 天啊 它是因為雞皮不會像台灣一樣很乾 它還有保有膠質 大部分的膠質 因為吃起來也不會油膩耶 也不會有奇怪的雞肉味道 很爽口 所以它不用像台灣一樣 烤得那麼乾 吃起來也很好吃 吃完 很好吃 好吃好吃 還有不像鍋 然後再來日本一起吃香瓜吧 今天我先幫你們吃 拜拜 拜拜 拜拜